今天我们从15.38继续开始讲 15.38 这里面讲到了两个重要的东西 一个叫是 一个叫时 这个是就是你的职责 你应该去做的事情 时呢其实就是你的俸禄 你的收益 或者叫你的工资 我们放在今天一般叫工资 孔子有一个观点 孔子说什么呢 是君就是去侍奉君主 侍奉君王 要敬其事而后其事 就是先想怎么把事情做好 然后再说 再去谈 待遇 再去谈条件 再去谈能不能吃饱饭 这些事情 这也是孔子一贯的一个观点 就是孔子在前面 我们读到过对吧 他说如果一个人学习不断的完善自己 那么路在其中里 就本身他就有俸禄在这件事里面 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能够得到俸禄 为什么能够得到好的这个待遇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你把事情做好了 所以才会有好的待遇和俸禄 所以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更多的不是去考虑条件 不是去讲待遇 而是先去考虑怎么把事做好 做好了事呢 只要你的这个上级 你的这个君主不是个昏庸的 一般情况下不会亏待你 对不对 他是这样一个思路 是君尽其事而后其事 所以这里面的后呢 就是把这个事放在后面 回头再谈 或者说不去把它作为一个 优先考虑的条件 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今天 依然很有启发意 不管是学生身份 还是我们的这个工作身份 其实都是这样 比方说放在学习当中 近其事而后其事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要整天把脑子花在说 怎么去提分这个事 而是你应该多去想 怎么把自己学到的知识 学到的思维 学到的能力 真正的落实下来 对吧 就是怎么真正的学好 这个事情可能更需要你去琢磨 作为一个学生 你如果能够把自己平时所学的东西 真真正正的扎实的掌握好 那么这个优秀的成绩和分数 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但反过来 如果你平时该做的也没做好 你整天想的是我怎么才能够得到高分 这样的孩子往往到最后是很难得高分的 这个就是放在我们的学习环境当中 那放在工作环境当中 其实也是如此 对吧 也是这样的 就是在工作当中 比方说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员工 总是要去跟领导谈条件 说哎呀 为什么我的领导 我的领导不给我涨工资 实际上呢 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没必要去琢磨 我在我在之前 很早以前 那时候我还没有自己创业的时候 当时就有一个 也是我的那个 相当于我负责那个部分的一个下属 他过来找我 说希望能够自己的薪资更好 待遇更好 因为当时还不是我自己在做公司 所以我当时也是劝他 我说你自己这个思维方式有点问题 你如果盯着自己的薪资待遇呢 你其实薪资待遇很难上去 你真正应该盯着的是什么 应该盯着的是你现在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做的足够好 你如果做的足够好 你的老板不给你涨薪资待遇 这是他的问题 那只要你的能力够强 其实有的是地方抢着要 你不用担心这个事 但是反过来讲呢 对吧 就是更多的时候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种情况 更多的时候的情况是 你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价值 但是你总觉得 是不是我在这待的时间长了 应该给我涨点工资了 大家一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其实你去读论语 你会发现 它跟我们的生活 还是密切相关的 就是孔子的观点是 所有的人都会想要利益的东西 不可能 因为你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脱离不了经济的 脱离不了这个日常的吃穿用肚的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是经济为基础的动物 但是呢 如果你盯着利益而求利益 结果往往是求不到的 如果你真正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了 利益自然而然就来了 这就是他的一个一贯的观点 所以在这一条当中 孔子就讲到 世君尽其事而后其时 我觉得我们其实今天也是如此 这样子 也论者就会发生了